土耳其加入金砖出现变数 亲西方政客成为绊交石 扩原的路不走 就在这个月的22号 今年的金砖峰会将在俄罗斯卡山开幕 经历一轮扩原后的金砖师国领导人 将齐聚这个富尔加河办的历史名称 商讨下一轮扩原的名单 但就在这个时候 寻求加入金砖国家的土耳其 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之前俄罗斯官方宣布 土耳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人 也将出席今年的卡山金砖峰会 但据土耳其祖国党副主席的消息 土耳其议会批准该国加入金砖国家 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因为目前的埃尔多安政府内的 亲西方政客不在少数 这些人将成为土耳其加入金砖的绊脚石 说实话 这个消息在伊犁之外 也是情理之中 大家都知道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 北架欧洲 南通亚洲 西向非洲 北极为亚欧非 大陆的十字路口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避正之地 哪怕到现在也是这样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 土耳其凭借着独特的地缘优势 在保持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情况下 和俄罗斯建立了深厚的外交关系 甚至一度有机会 同时拥有美国F35战机和俄罗斯的S4V防空系统 但对于土耳其来说 俄罗斯只是一个用来平衡的筹码 土耳其自私之中都在寻求融入西方社会 寻求加入欧盟就是证据之一 所以和众多美国的盟友一样 土耳其国内的亲西方派系 尤其是亲美派势力不小 如果不是埃尔多安手腕强硬 恐怕土耳其早就被亲西方派掌权了 在国内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土耳其能够以北约成员国的身份 递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是在金砖峰会上 金砖试过同意土耳其的加入申请 那么这些亲西方政客 必然会在土耳其国内 阻挠土耳其加入金砖的法案通过 毕竟对于这些人而言 推动土耳其与西方交好是力深之北 如果土耳其真的加入金砖 这将是对土耳其国内 亲西方派别的巨大打击 那么这件事情 也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 在今年神情加入金砖国家里 除了土耳其国内有亲西方派别 其他国家呢 据我们了解 目前递交加入神情的国家可不少 像越南、泰国、印尼等等 这些国家的内部 似乎也有亲西方的派别 这些人会成为这些金砖国家的半角石吗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在去年阿根廷也曾经受邀加入金砖 但阿根廷选择了一个亲西方的自由派总统 米莱上台以后 拒绝了金砖的邀请 让本来的金砖十一国变成了金砖十国 阿根廷人的选择 是对是错 我们也不做评价 但这件事情 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虽然各国都在勇要申请加入金砖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这些国家最终能够加入金砖 这些国家不仅仅要过中国 俄罗斯等金砖成员国这一关 还要过自己那一关 说到底金砖扩研的路 可能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走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